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正道愿集药 主祝先佛为皇帝老祖 此为无极老母降下的灵修愿 可永托轮回 轩辕皇帝老祖登台 诗曰 玉碗狂澜大命庚 沙盘木笔自传生 劝君细物真心剧 早日修身麦道成 第22章 圣事述无极收缘宝举律文 人以原灵受天父地在而降生 虽皆父以至善 但受器秉而染习气发乎事端 因而天有天律 凡有阳法 各成规矩 是已将赐往往大命 仍应循规道矩 本愿由创唐主是 新鸾妙画大天尊协伴三草谱画大事 深受天人肯定 且逢上苍大开谱画之门 乃得无极老母般赐异命 今欲地和剑而设人间灵修道场 无极正道愿 然则 创设须依律法 因而设有无极收缘宝举律文 经皆诸于事 以公事人言阅而知书命不亦也 一 凡羊人发心剑举先人脱离幽民者 得寇请无极正道愿愿尊皇帝老祖 及五妙名正堂主席和可 沟通三草的方便行事 细则 凡亡魂今世染病或寿命行损伤灵魂 今见何可 得由天医疗至灵魂痊愈 凡入院前修之修士功德过错 均由无极正道愿愿尊助记及回向 凡亡魂建举入院 其素事累业 均由五妙名正堂主席占行承担 待正道后了断之 二 凡修士功德圆满 经无极正道愿愿尊和见 得成请参加正道考核 一公私与正道果位 细则 凡准正道修士须具备尽处所之杖 及具成颤了断素叶之愿心 凡准正道修士须具备谱化凡臣之能 且已至公至正之谱化愿心 教化红臣 凡受封果位之先佛 得具备永托轮回之格 三 凡经人间道朝 无极正道愿前修 尽及先佛果位者 得在尽修于无极天无极正道愿 以尽经先佛果 细则凡经无极正道愿力正之先佛 于普化功果 得由各天会及 定其由无极正道愿愿尊修处回奏 以资正道之资良 凡于无极正道愿力正先佛 仍当配合明私审断素士恶业公案 得以普化功勋拟过 曾丽 凡阳人呈颤素士累业 寇请武庙明正堂主席调停者 准依前例建举亡魂渊渊 外灵 英灵 凡于前例各调之案 均由武庙明正堂主席 具属上呈以备不足 以上乃本愿所需依循之律文 然而凡文规定无非于世人莫应有殊胜宝举法门可侍 而于凡不知修持 进而胡作非为 总言之 世人仅要时以道德善行为念 何乎赐隐 辞让 是非 修物之事端心 天地赐幼也 轩原皇帝老祖登台 诗曰 将士扶生数十年 安平乐道四超然 生平功过归空论 喜料千多坠苦冤 第二十三章 圣事 著书 数求修为达仍需见举 做人处事之道理 乃需穷就一生 不断琢磨陋习及修正 方可使处事圆容 做人处事之道理与修道并无差异 皆需不断以正念学习教义及以功拟过 身却反省 方可随时光精进 然则 有修子尽淫道成 日久对于基本道德之义 犹如自我催眠般 以为达到某一境界而开始忽略 如是情况者 如接受道之光芒照幅 却忽略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面 是以恶业逐日丛生 人自刮刮落地 受到凡尘武拙影响 剑刺魔霄天赋善性 然则 有善觉者因缘即会开始接触大道 亦有不觉者沉浸于花花世界 单于外物所致之快乐 当此二种人归空后 其原人清卷发心见举 却发现二人皆沦落幽明 如是情况 又是何因 不知修持 单于物欲 过多恭寡 坠落幽明者 当不必赘言 然则 尚知修持且有求道者 为何赘因 当由二方面阐述 并且如是情况并非少见 当论述以资其轻倦了之 进而见举先人 其一 乃是人在求道之前 恶业已繁衍 许多修子之所以求道 乃因困而学之 换句话说 即使生活面对许多困顿阻碍 竟明师指引 顿觉修道可贵且美妙之处 但经求道后 却不知了断求道前种种恶迁 是已归空后上罪因 再简而言之 乃过上多余功也 其二 乃求道后平是天恩施德 却不知修道也 许多修子在求道后 虽经言道义 却不知实践且反省 一己口诵人意而行不轨 是已 如是之辈 虽然表面道貌黯然 私下却恶贯满盈 更且违背求道誓约 归空后当然罪因也 求道与达道中是有差距 求者 希望也 达者 必须以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之怨心 实实实践 且一以贯之 方可以反扑归真之躯 反还礼天 因此致盼修子能了悟修道之贵 且时刻反省 方可迈进康庄 小编补充 赵文道 悉死可也 非常重要 人生最关键时刻 就是往生那一瞬间 你的念头与心念 会被放大好几万倍 如果是善念充满智慧 则往生后会更充满善念与智慧 光明笼罩自身 人生最大的课题也就是死亡 因为很少人去规划死亡后的生活 一般人在地府受苦 迷迷茫茫经过好几百年才去投胎 通常在人间造的恶业因果又多又重 所以满多都去投胎畜生道 又经过好几万年才有机会投胎当人 结果又做太多背叛良心之事 又堕入地狱当中轮回好久好久 所以小编建议可以赶紧去求先天大道 求道功德金为两百元台币 求道后是可以往生后去天上接受考核与修炼 一生非常虔诚修道 保证至少还可以去南平山寄攻活佛之净土 但仍有许多旺季三宝或功德太不足者 打回地府去听经所 这太可惜了 所以小编建议一定还要替自己筑集灵修院 小编只推荐五庙明正堂的五级正道院 筑集需替自己先中原灵树持续六年 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筑集一位需六千元台币 小编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要花钱就不去求道或者筑集灵修院 想想看我们缴保险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现在只需要一点功德金就可以为自己的死后世界规划回天之路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一定要让自己一求道二 筑集灵修院三 一个月至少吃素十四天与三净肉 最好可以亲口吃素一辈子 功德很大 一定要抄拔父母祖先到五庙明正堂的五级正道院 一位需一万两千元台币 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一位至少需六千元台币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赤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超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六 种植无极圆灵术 在五妙明正堂种植圆灵术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只有无极先佛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圆灵术会随着我们业障多寡 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圆灵术只需每年5000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继六年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即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院于五妙明正堂 此灵修院正道者准于永托轮回 已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抄把与生前住即哟 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哟 聘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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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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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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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